字幕提供 很久以前有兩個種族統治地球 人類和怪物 有一天他們在打仗 打了很久很久人類就戰勝了 他們用魔法把怪物封印在地底 在很多年後 這是人類世界的一座山 201X年 傳說 所有爬這座山的人 都不能回到自己的家 原來就一頭蹤在地上 但為何沒有掉死呢 因為看上去也很高 歡迎來到Undertale的世界 按 Enter 有些指引 無血就輸 這個很正常的 那我是你們的翻譯 就是叫貝貝 好 改好名 那就開始了 因為這遊戲是英文 所以我會儘量把它翻譯 廣東話 那就是了 開始 Is this name correct 這個名字對不對呢 沒錯 不用放太大給我看 嗯 嗯 一來就在這個地方 什麼都做不到 身上又沒有東西 又沒有東西 攻擊0 又沒有經驗值 20滴血 拿著一枝棍 然後 有個崩帶在身上 為什麼呢 那我現在 到處按 什麼都按不到 只能夠 走這邊 又多花 Howdy 其實也是問號的意思 我是Flowey 一朵花 嗯 你是新來這個地底世界的 是不是 嘩 你一定會非常困惑 有人應該教你 這個地方 是怎樣運作的 那我想 我就要去做這個工作 準備好了嗎 現在開始了 看不看得到那個心 那個就是你的靈魂 就是你最重要的存在的一部分 你的靈魂一開始會很弱 但是如果拿到很多LV的話 就是會變成很強 那LV我想是Stand for Level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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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級 即是 即是 LV 那LV 即是 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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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想要點愛的是不是? 不要緊,我會分享給你 愛是用小粒白色的友情蛋來分享給你 你準備好了嗎? 到處走,多拿點 你這個白癡 在這個世界裡面 是殺人或是被殺的 哪有人會放棄這個機會去殺你呢? 死吧 這遊戲不是想一開始就殺了我 是一個可怕的生物 去折磨一個悲慘無辜的孩子 不用怕,我是孩子 我是Torio 是這個遺跡的國主人 我每天都會穿過這個地方去看看有沒有人掉下來的 在很久很久,你是第一個掉下來的 對上一個已經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 來吧,我會指引你穿過這個遺跡 這邊 然後朵花就不見了 好恐怖 遺跡的影子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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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你的新的家 無辜的一個人 其實就是在說我 那容許我去教導你 究竟這個遺跡裡面如何運作 遺跡有很多解難的拼圖 那就是一些類似門事 或者是一些擾亂你思想的東西 那你一定要去解決這些問題 才可以由一間房去另一間房 那就習慣去看到他們 因為之後會看到很多很多 那我手行按一兩個按鈕 咦,這裡有個告示牌 只有無恐懼的人才可以繼續前進 勇敢的人或者白癡的人 都是不會走在中間的路上 那不知道 我這樣是勇敢的白癡 那在這裡要前進的話 就要按幾個按鈕 那不用擔心 我已經標籤了你要去按鈕 那些按鈕 嗯,有個告示牌 再按看看 按Z來看告示牌 不是啦 你是不是廢話 你是不是廢話 Stay on the path 即是繼續在路上走 我其實走這些地方沒所謂的 Torio就留下了一個留言 請按這個按鈕 我按 按這個按鈕 我按這個按鈕 會怎樣呢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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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想按另一個按鈕 我連標籤都幫你標籤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我為你而驕傲 真的嗎 我剛才按錯了按鈕 那我們現在走去下一個房 在這個地底世界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人類的話 怪物有可能會攻擊你 那你要為這些戰鬥而去做足準備 但是不需要擔心的 過程很簡單 如果你遇到一隻怪物的話 你就會進入一個戰鬥 你在戰鬥裡 知道跟他友善地對話 去拖時間的話 Torio就會過來 去解決這個紛爭 練習一下 跟Dummy說話 你是不是需要一些主意 去想想怎麼說話呢 那 我正常都會用 How do you do 你今天好嗎 來到開始 你可以問一下 他們最喜歡什麼書 你也可以說一下笑話來破冰 那 聽一下這個吧 那 骷髏骨呢 用什麼來鋪它的屋頂呢 Shingles 那沒辦法 因為這些東西 英文才能解決到的了 Well 我覺得 挺好笑的 但是 廣東話是不會理解到這個笑話 那我現在進入了戰鬥的畫面 有FIGHT 戰鬥 那條綠色的應該是血量 ACT 行動 CHECK 可以 看一看它 是什麼 又或者 跟它說話 ITEM 我身上應該沒有 對 它不讓我按下去 因為我身上什麼都沒有 MERCY 慈悲 不殺它 又或者逃走 我可以選不殺它 為什麼它完全沒有話說呢 Dummy 覺得我做的事太無聊 所以飛走了 那我就贏了 拿到0個XP 和0個金 即是0個經驗值 和0個錢 0元 然後看看Torio的表情 什麼事呢 下一間房在等你 我可不可以再跟Dummy說話 沒有了 這間房間有另一個拼圖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解決它 有個青蛙 那我就檢查一下青蛙是什麼 什麼事呢 Froggit 攻擊4 防禦5 她在生活非常困難 總之就是 也挺慘的 Torio就進來露啤她 西面的房間是東面的藍圖 即是兩間房間是一樣的 這就是拼圖 但是 來了 抓住我的手 她就帶我們去這個地方 這就是 拼圖暫時好像太危險了 你暫時都做得非常好 但是 我有一個非常困難的要求 要去叫你做的 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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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你自己走到這間房間的盡頭 嗯 她走得很快 是不是 現在音樂變得非常緊張 嗯 但是到處都沒有東西看 嗯 有柱柱 又是DotDotDot 為什麼躲在後面 哈囉 各位孩子 不用怕啊 我沒有離開到你啊 我一直都在這間房子後面 為什麼她可以笑著口說這句話呢 謝謝你這麼信任我啊 但是 這個動作 就是 剛才做的東西 是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去試一下你的自立能力 我有些事情一定要去做 那你就一定要在這裡呢 就自己一個人等一會 那請等在這裡 如果你自己去周圍走的話 很危險的 我有個主意啊 我不如給你一個手提電話 如果你需要什麼的話 就打電話 好好的 乖乖的 好嗎 咦 那現在就多了個SEL 手提電話 那我可以 跟她說Hello 哦 這個是Torio 你只是想過來說Hello 那好吧 Hello 那我希望這樣就足夠了 那我可以跟她介紹自己 對 這個是Torio 不是啊 是問她關於Torio的事 不好意思 好像沒什麼好說的 我只是一個 一個女人 一個擔心得太多的女人 還可以叫她媽媽 還可以叫她媽媽 這個是Torio 蛤 你剛才叫我媽媽啊 那 那會不會令你開心一點呢 叫我媽媽媽 媽媽 那好吧 那你什麼時候喜歡都可以來叫我 他令我想起KFC廣告 他令我想起KFC廣告 那 打去調情了 現在 然後他又是臉紅了 蛤? 哦 哈哈 哈哈哈 真是有趣 我可以撕你的臉 的 打電話了 他打來了 Hello 這個是Torio 你沒有離開到房間嗎 有沒有啊 哦 沒有啊 那前面有幾個拼圖 我還沒解釋給你聽 如果自己試去解難的話 會很危險的 那好好地了 好嗎 嗯 這裡有隻Blocket 咦 他不攻擊我的 Rip it Rip it 不好意思呀 人類 我有些指引給你 是用來戰鬥 怪物的 如果你做某些動作 又或者你快要殺死他們的時候 他們可能不會再想跟你戰鬥 如果一個怪物不想再戰鬥的話 就麻煩 用一些慈悲吧 人類 那其實他們肯求我 饒恕他們的生命 但我想殺了你呀 說笑而已 拿不拿一顆糖呢 但是他就說只是拿一顆 那我拿一顆糖 按C去開Menu 那我看看這個怪物糖 有什麼特別呢 怪物糖 回濕滴血 有一個很特別 不是 黑癡癡癡癡的糖的味 拿不拿一顆糖呢 當然是拿的啦 因為貪心 再拿多一點糖 你很噁心呀 那貪心就是這樣啦 再拿一顆 感覺好像人渣一樣 還可不可以再拿呢 拿太多糖 太快地拿太多糖了 那些糖全部都放在地上 沒有糖 看看你做了什麼 這遊戲在罵我 因為太貪心了 不要緊 哎呀 經常按Enter 說是Venue 現在有四顆糖 所以 其他倒數就無所謂啦 好 玩一下玩一下 去穿過那些樹葉 就充滿了決心了 令你 完全回復滿了血量啦 好那今集 暫時來到這裡 下一集就再向下走 而且這些樹葉 為什麼這麼紅呢 樹葉來的吧 應該不是血來的吧 好啦 下集再見 Bye